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我是沈文彤 先来关心国际股市 在美商辉达大涨的激励之下 美国纳斯达克周二是有史以来首次突破17000点 不过收到美债殖利率走高 道琼工业指数收低 市场走向分歧 而台北股市方面今天是面临回挡压力 最高一度上攻到21906.1点 不过电子全职股跌幅扩大 台股是收在最低点的21662.5点 下跌195.91点 结束联三红失守五日线 而三大法人卖超台股近300亿元 好 2024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4号即将登场 华人勋提前访台 将与台积电高层会面 业界也传出回答超为两家重要业者加码投资台湾 而对此经济部长郭志辉下午出席活动 他透露将前往新竹 至此时也提到两大策略 要让国际看见台湾 上任满10天的经济部长郭志辉行程满岛 出席台湾产业并购与转型论坛 还要赶到新竹 不难看出与半导体AI产业大有关系 郭志辉致辞跟透露未来的两大策略 郭志辉提出境内官外 以及境外官内两大做法 要让台湾中小企业走出去 同时以半导体ICT优势产业 吸引国际企业投资 增加台湾能见度 由我们政府化成民间的服务组织 然后来协助中小企业往外走 我希望台湾在未来世界上面 我们大概只剩下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叫台湾 政府要打造科技岛 市场传出 辉达CEO黄仁勋 敲定扩大在台投资 与鸿海合作将在高雄软体园区 设立最大的超级电脑算力机房 台胚1 另一家超纬也传出杂下50亿元 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 严拟向金部争取大A plus计划补助 关键更守不了护国神山台积电 是走台积电还是走台积电 还是走台积电 大家都很聪明 雨代悬念 周次金部将举行媒体查序 能源政策产业方向 或将更加明朗 新腾野特电视 林家伟省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在野国民党 以及民众党推动的国会修法 包含藐视国会罪在内条款 三读通过 继部长郭志辉出席活动 也被问到相关议题 国会扩权法案三读通过 国会扩权法案三读通过 国志辉表示 周四将跟媒体进一步说明 而平面媒体报道 法案已经引起外商企业界的担心 金融缺不少连贷案 贷款对象都是机密 而公司负责人被叫去立法院 也有损企业形象 业界认为该修法将影响外商 持续对台湾的投资意愿 好 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 另外界视为扩权争议法案 对台湾的经商环境影响也引起关注 不少外商是大为担心 我们请教律师黄定颖 怎么看该法案对台湾企业 将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或影响 蓝白的扩权法案经过三读 那其实一开始提出疑虑的是欧洲商会 欧洲商会里面大概的逻辑是说 他提醒他们 等于是欧商在台投资的管理阶层 对于说这样的一个 以后如果立委 这边要调阅相关的文件 或者要求调查 他说不管利益多 我们良善都不能得罪立委 这个就是一个投资上面的一个风险 也就是说在蓝白的这个扩权法案通过之后 他对于说不论是文件的调取 扩集到一边一般民间 那包括说对于咨询跟听证的对象 也包括一般人民 那一般人民的意思就是说 公司含号或罚人 这些对象都会是他们可以调取的范围 那这样子的调取范围 我举最简单的例子 一般公司他可能经不起说 立法院来一个函 然后说要求要调取的文件 包括立年的财报 然后董事会的会议记录 股东会的会议记录 纪录印 他可能经不起这样的一个骚扰 所以在成本考量上面 经营成本就会增加一个风险 是说如果以后 所谓的这些栏白 因为他们过半的立委 如果以后来跟企业募款 企业为了不得罪他们 可能认为说好吧 那账面上面叫做政治现金也好 或者是募款也好 就先给他们钱以免得罪他之后 以后被要求调取文件 因为蓝白的这个调查权 包括他们可以向企业调取文件 然后在风险评估上面 认为说无许以后被他叫去立法院 去不断咨询或者是听证 要求被问到关键技术 就是公司里面关键技术 或者是公司里面有关的这些营业秘密 我在立法院当场被问 这样的情况可能制造的风险更高 那不如我现在就先缴钱 就是把他们来募款的这些项目去先缴掉 所以这个是未来在国内产业 乃至于外商在抬投资 很大的风险 所以在蓝白要通过这个三毒法案之 这段期间好像已经有 荷兰商 荷兰商已经有 讲说他可能要打退堂股 本来要来抬投资的要打退堂股 因为法治状况恶化 所以这一种情况 其实是对台湾产业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我举例 对之前欧洲商会的例子来讲 欧洲商会发出这个警示之后 其实国民党的立委有去攻击欧洲商会 就讲说 那个是受到民进党的影响 欧洲商会其实有发出一个声明 他声明第一点是什么 他说我在台投资超过700亿美元 第二个声明是说我在台湾有超过500家欧商 他们的建议书是每年都提出 人家对他的政治攻击 是说我在台湾投资 其实就是一个投资环境的评估而已 他还讲说他们的建议书是每年都提出 所以欧洲商会其实在回应 人家对他的政治攻击 是说我在台湾投资700亿美元 这件事是客观事实 另外一个是在台湾有超过500家的欧商公司 这也是客观事实 他的建议书其实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他纯粹就是对于外商 对台湾投资环境的一个风险的分析 所以像欧洲商会提出之后 台湾其实蓝白通过之后 三读通过这个国会扩权法案 通过完之后 其实我想国内的商人大概就要面对一件事情 是说我可能要增加营业成本 对外商投资而言 他们就是因为国内的法治恶化 所以他们在对台投资上面就会有疑虑 我举前面那个核商为例 那也是欧洲 核商为例本来要来台湾投资 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法治的恶化 所以他可能会打退堂股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 对台湾产业的冲击 回答股价二十八号又大涨百分之七 自从公布财报以来 股价三个交易日一共大涨百分之二十 如今回答的市值已经逼近苹果公司 而且有望成为史上第三家市值突破三兆美元的企业 南韩半导体厂SK海利是一名中国籍前员工 涉嫌向中国华为泄漏有关降低晶片不良率的核心技术 今年四月被捕后被检方起诉 目前在法院接受审判 这是南韩近期一连串晶片技术泄漏至中国公司的最新事件 中国小米波兰办公室因涉及反竞争法 遭到波兰反垄断部门突击调查 若小米被确认违法最高可被罚款年营业额百分之十的罚款 韩国首都首尔政府指出抽检中国电商 虚应在韩国销售的八款披制儿童用品 其中七款被检出含有毒化学物质 有一款铜鞋塑化剂超标四百二十八倍 新唐野太电视整理报道 好 明天新政院主机总处将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预测 而今天主机长陈淑姿前往立法院业务报告时透露 以第一季的经济数据来看 台湾经济情势是相当乐观 今年经济成长率渴望上修至少到3.5% 另外在通膨的部分物价涨势已经趋缓 消费者物价上涨率CPI出估是2.03% 好 产业大力投资人工智慧用电需求可能大幅增加 机部次长林全能今天表示 每年皆会进行用电的需求评估 目前平均用电是年增2.7% 但坦言 如果纳入AI用电需求 预估年增幅度会高过3% 而由于核三厂一号机和二号机 近明两年即将处役 如何面对能源缺口 林全能回应 洁净天然气以及再生能源将是主要的增加来源 来看今天的产业动态 南亚哥总经理李培英表示 第一任市场景气复苏 预期下半年事况渴望足迹改善 第三季转营机会增多 加世达董事长陈其鸿表示 第二季业绩会略优于首季 但真正各行各业清理完库存 预计会在今年的下半年 外界高度关注劳保基金的财务问题 新任足迹长陈淑资透漏 政府确定拨补劳保 只是金额还要再讨论 而国内首批自主研发的AI机器狗 今天正式对外亮相 团队规划后续具备室内的送餐机能 以及到化工厂区巡检灾难搜救等场域进行验证 金融圈消息 市场瞩目的新光金以及台新金 两大金控合并案传出有新的消息 新光金创办人大股东吴东靖日前争取外援 有意找上中信金进场评估合并新光金 据传中信金内部已经启动评估作业 而对于市场说法 中信金表示 针对市场个案传闻一概不予评论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中信金大股东估重量 近期回国中信金担任法人董事代表 而并公案更可能牵动整体的金融圈版图 而中信金今天股价下跌近2% 新光金则是开高走低 外送平台业者Uber Eats宣布收购台湾福澎大 公平会预计收件之后90天之内完成审议 不过民间劳团以及产业工会提出七大诉求 担心店家消费者以及外送员三方权益受到损害 呼吁主管机关审慎评估 去年台湾餐饮外送刷卡消费总金额高达945.9亿元 Uber Eats宣布收购福澎大市占率可能高达9成以上 民间劳团产业工会联名反对担心合并后 进一步损害店家消费者外送员权益 中小型店家其实蛮多的 那他抽成抽35%到38% 其实已经是被中小型店家造成严重的负担 合并之后高达九成以上的市占率 之后他们如果想要再提高抽成 那店家的权益谁来保护 老板陈先生指出食材人事费已经高达百分之六十五 与外送平台合作不但要负担月费 还被抽取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三十八 高额外送服务费拒绝订单被除每笔十五元发金 许多小店家根本没获利还倒贴 就怕合并后变本加厉 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提出七大诉求 要求店家抽成应有上限规范 外送员薪酬计算透明化 定型化契约保障老公权益 在平台上为落实这些诉求前以及其法制化前 请公平会立即退回申请案 并立即过大邀请各厉害关心人 召开所谓的公听会仔细讨论 那我们也会办座谈会 还有在网路上收集各方的意见 那本会会综合整个市场的竞争的影响 然后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公平会官员接下陈勤预计90天内完成 审阅合并案 周三下午时段劳动部主持并购协商会议 民间呼吁主管机关审慎评估 拒绝不当合并 反对二上断 新唐俩的电视王冠林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下期新闻重点时尚首次三星电子工会 今天宣布罢工行动 休息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来看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的讯息 首先彭博社报道 人民币汇率跌至十一月以来最低 九十报 因恒大作账面临处罚 主要客户抛弃普华涌到中国 华尔街日报 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议员会见台湾新总统 日本经济新闻 三菱重工公布新中期计划 预计主要业务利润成长百分之六十 好 但以关述 唐国三星电子内部最大的工会 三星电子全国工会 今天宣布罢工 而今天三星电子全国工会 在三星电子锐槽总部前召开记者会 宣布由于管理层无视工人的态度 宣布罢工 预计六月七号开始公布所谓的年假指南 三星电子没有立刻发表评论 而根据工会表示 工会约有两万八千人 超过公司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 而在上个礼拜五 三星电子两千多名工会成员 是罕见举行集会抗议 要求提高工资 好 中国各行各业经济萧条 许多商家倒闭 有的商人欠下了巨额贷款 房屋和车辆都被收走 被迫打工还债 原建筑承包商张先生告诉新唐人 他以前给一个县政府做工程 工程款被拖欠了四年多 政府官员还禁止他维权 张先生欠了几十万银行贷款 房子车子都被抵押出去了 他每个月都要还贷 没办法 只好出去打工 但是现在经济不好 打工又被拖欠工资 近年来中国很多行业都十分萧条 原餐厅老板王先生告诉新唐人 现在做生意倒闭的很多 打工也不好打 拖欠工资的情况很普遍 王先生透露 中国国营企事业单位 也有拖欠工资的情况 但是政府严厉管控 禁止人民议论 他有朋友因为在网上谈论 遭到公安约谈 王先生诉苦 他做生意也亏本了 开餐厅因为疫情封控被迫关门 亏了二三十万 他现在只好打工还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颖雄斌中原采访报导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 被列入黑名单的多家中国军事实体 正在利用改名或者许可协议 继续在美国做生意 而报导指出 去年12月 一家名为American Leader的新公司 在美国密西根州注册 但它的背后其实是中国的核赛科技 核赛科技已经被美国列为 存在安全问题的企业 而它在注册中没有提到这一点 此外中国生计公司华大基因 在美国的子公司也将BGI从名称中删除 而中国无人机品牌大江科技 也跟美国新创公司达成协议 在可能被禁售之前继续在美国销售无人机 下节新闻重点 垃圾变黄金 澳洲将垃圾废弃变为永续航空染料 休息下马上回来 随着台北大巨蛋启用 周边的复合式商场也预告明年正式开幕 而当中商场的14家主题餐厅 部分店家是抢现在30号营业 百货业者表示光是这14家餐厅 年营收就上看8亿元 许多全台湾首间餐厅的餐点 以及店内设计也在今天29号抢先曝光 台北大巨蛋购物商场正式命名为 遠东Garden City 那么它的占地约有3.6万坪 是台北市中心最大的百货购物中心 那么其中有14家的主题餐厅 它的占地就有1300坪 而且各个独具特色 在开幕前夕 由新唐人记者带您抢先看 航空业者与烧肉业者 打造全台首间联名店 不仅把机场跑道元素设计在店内 就连飞机上的餐车也出现在烧肉店 有如在豪华商务舱用餐氛围 日本知名连锁拉面店 进驻台湾12年 首度把全球五星概念店 开设在大巨蛋 餐点除了经典的拉面 还有各式咸菜和铸铁锅料理 饮品也有更多选择 主要就是锁定说大巨蛋这边会有蛮多 例如说看球的客群或者是周边的上班族 请来我们日本总公司的主厨 那专门为这一家店有设计出不一样的 各式各样的菜单 希望可以比一般的店型成长 也是大概20到30%以上 营业到凌晨的2点半 然后也是配合了整个赛事 蛮看好在整个大巨蛋商圈的商机 所以在平日部分 我们会推出一些比较限定的餐点 那特别是在我们的平日的晚上 甚至小夜时段也会推出限定的商品 营造休闲放松氛围 营业时间也拉长到临晨 甚至有24小时港式茶餐厅 就是看好大巨蛋结合运动赛事 所带来的人潮商机 棒球的那种口号叫做便当便当 红不浪 所以我们也会准备炸鸡腿排便当 这个周末马上就有赛事要来了 所以我们蛮期待第一天 我们蛮期待第一天会遇到大量的人潮 预计这14个餐厅一年 我们的营业额要达到8亿元 很重要中心去台北市的蛋黄中的蛋黄 最后一块的零售的这个大地块 我们要做成一个ABCD四个区的零售聚落 在这里面全方位全天候全客层 满足所有消费者的期待 远东Garden City预估明年全馆正式开幕 14家主题餐厅5月底陆续营业 全台大型百货下半年接地开出 统一GEN PASA 立拼2024年底开幕 有全球最大的星巴克 微风东岸预估今年底开幕 全品南台湾最大店也预估今年开幕 带给民众全新的消费体验 新唐人亚台电视高建轮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 好 再来看到 航空液占全球碳排放量的2%到3% 而航空液要减碳 关键是永续航空燃料 澳洲就研发出一款新的技术 利用垃圾掩埋产生的气体 生产永续航空燃料 雪梨大学的研究人员 利用非热电浆技术 向垃圾掩埋厂排放的甲碗和二氧化碳 发射高能电子使碳和氢重组 进而用来生产永续航空燃料 废弃物汉能源管理公司表示 澳洲每年要掩埋2800万吨垃圾 从垃圾掩埋厂排出的甲碗 可以取代现今社会使用的化石甲碗 如果我们在澳大利产生产生产生 所有的家庭货 所有的化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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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液占全球碳排放量2%到3% 检手碳排的关键是永续航空燃料 但永续航空燃料成本高昂 价格大约是传统航空燃料的3到5倍 占燃料总量不到1% 新陶仁亚太电视书和综合报道 来看明天5月30号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有些美国公布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 代有电脑以及好事多发布财报 逐渐有处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预测 另外联电 国具 瑞誉 友达 华航 伪创举行股东会 以上是5月29号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守卫彤 下期再见